好,同学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学习SBOOT3全战指南课程 这个课程我们将会基于最新的SBOOT3以及ZR17进行讲解 当然,如果你不太了解ZR17的一些新特性也没有关系 你会在讲解的过程中给大家解释我们用到的一些新特性 课程我们准备分为三季 第一季是SBOOT3核心特性 这个适合于新手 如果大家刚学习完三大框架SSM 想要学习SBOOT如何进行快速开发 那就可以从这一块开始 我们先来学习SBOOT如何整合SBOOTNVC开发Web应用 再说SBOOT如何整合Milis来进行数据库的访问开发 以及SBOOT3本身的一些基础特性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SBOOT3的核心原理了 这次的原理我们吸取了之前发布的一些视频的经验以及不足 我们在这个原理章节呢引入了大量的图解方式 这一次大家去来理解原理起来就会比较的轻松容易以及层次分明 这个核心特性过了以后就是我们的第二季场景实战 这个呢属于进阶内容 因为SBOOT是一个能整合各大场景的一个框架 在我们整个后来的开发里边 可能要用到No Circle比如Redis来做缓存 要用接口文档远程调用 消息服务相当于Rambit MQ 卡夫卡这些 包括一些SBOOT来做外边安全 以及可观测性AOT 这些场景呢SBOOT都能进行整合 在这个场景里边呢有几个跟我们以前的SBOOT有点不一样 就是接口文档远程调用 还有可观测性和AOT 因为接口文档呢新开了一个叫OpenAPI规范 所谓接口文档的整个整合 就跟以前SBOOT2的方式会有些不一样 还有远程调用 SBOOT整合的底层我们的SBOOT框架 它的新版SBOOT框架呢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远程调用方式 我们在这呢会给大家说 新的这些远程调用方式该怎么做 以及可观测性 我们在这一块呢会整合Promicius以及Grofinal 完成一个生产环境可用的 我们相当于整个指标监控系统 监控我们整个应用在生产环境 现在呢比如吞吐量是多少 CPU内存各种占用率 还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AOT提前编译 使用AOT可以将我们SBOOT的这个炸包 打成一个直接可以执行的这个机器码 二进制可执行文件 这样呢速度会比以前解释执行快非常多 这是我们场景实战要讲解的一些核心场景 这个呢针对于我们进阶内 以及如果你呢你已经学会了SBOOT2 你再想要看SBOOT3 其实是不用从这一块开始的 你呢可以着重来看SBOOT3 来整合其他场景的不同用法 以及我们在这呢专门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视频 是SBOOT3的新特性快速总结 大家呢在这个新特性里边 对于老鼠来说 如果你已经学会了SBOOT2 你只需要来到最后一个视频 直接来看SBOOT3的新特性 那你去来学会一些新特性就行了 因为除了新特性之外 剩下的用法跟SBOOT2是没有 基本上没有任何区别的 这是我们说的前两季 我们本次呢也会发布第一季和第二季的内容 接下来就是第三季响应式编程 这个呢我们之前在LOSBOOT2的时候 说要给大家发布这个响应式编程 结果呢放了歌词 不过呢这一次一定会给大家发布出来 响应式编程全套里边 包含我们非常多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响应式编程 它呢是一种新的编程方式 而以前的这些 无论是Web开发数据访问 这些的整个编程 我们叫命令式编程 响应式编程呢 依赖一个底层的叫Reactor这个框架 所以在响应式编程里边 我们会先从Reactor框架底层讲起 再来说如何使用响应式编程 做响应式Web 以及响应式数据库 响应式No Circle 响应式安全等等 也就是一句话 以前我们命令式编程 能写的这些功能 响应式编程呢 相当于以一种新的方式 还要写出来 所以呢响应式编程 相当于是另外一种编程方式的一些高级内容 这个东西呢 大家按需学习就行了 如果你们公司用的 或者你感兴趣 就可以学习它 那响应式编程的框架 不只有Spring加一家这个东西 其实像Quarkus 包括呢 这个Macronut 这些框架都可以做 这些响应式编程 我们在这儿呢 也只是以Spring的整个系列技术战 来演示响应式编程 这个呢 是我们整个三级的内容 那我们整个的 所有的笔记和代码 也都给大家开放出来了 笔记呢 大家参照这个雨雀平台 雨雀.com 雷凤阳 SpringBot3就行 所有的笔记呢 都在这儿 以及我们项目期间的所有代码 我都共享到了马云上 是大家访问Gatee 雷凤阳SpringBot3就可以 相信 以后这些技能的帮升 大家一定会有更强的竞争力